好 那如果你安装好之后呢 你只要输入这样的一个import 注意的是sk论 这是简写啊 sk论不是这个cycle论 sk论它就能够进行这个导入了 对吧 那这个你自己试一下 那么这个cycle论里面呢 其实就包含了很多很多 当然这里面列举这些算法 你现在也看不懂对吧 等一下我们下午会说的啊 包括了什么分类啊 回归啊 剧烈啊等等 模型选择特征工程啊 这些里面啊 都是含有的 也就是cycle论里面是比较全的 好 那么首先啊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工具 介绍之后 我们第一个就要去做 特征工程 第一个叫什么呢 特征抽取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三个啊 三个概念里面呢 在这啊 第一个就是特征抽取 那么特征抽取 我们要讲一下对吧 基本的一些特征 我演示一下什么叫特征抽取 然后介绍一下cycle论当中 特征抽取的API 第三第四个就是我们特征抽取 包含了两个部分 那么什么是特征抽取呢 其实啊 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将一个文本转换成一个具体的数字 就是一个特征抽取的过程 或者说字典 特征抽取呢 也说我将一个字典数据 转换成一个具体的数字类型 那这个也是特征抽取 所以特征抽取啊 它其实是针对于什么 你的这些很多数据啊 包含了对吧 特征抽取当中 比如说你的数据当中包含了 比如说这个文本啊 对吧 字符创啊 这些数据啊 包括我们刚才这里 是不是这些数据 你是必须得转换成一个数字的形式吧 那这些怎么去转换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 来看一下这个抽取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对吧 我们来在这里演示一下这个结果 好 那么先不管啊 这里面怎么写的 对吧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我们的输入是什么呢 比如说两篇文章 当然我这里就给了两个比较短的句子 对吧 比如说这里是第一篇文章 这里是第二篇文章 那么经过这个 Countback Trader 经过这个特殊抽取之后 看一下 他把这两篇文章注意了 还是两篇文章 转换成什么 这里是一篇文章吧 然后这里是第二篇文章 转换成这样一个数字 你先不管这个数字怎么转换了 也不管这里面数字 11000是什么东西 对吧 他是不是把它转换成 这个东西代表的是第一篇文章吗 这个是代表第二篇文章 那当你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输到这个算法里面就够了 你输到这个算法里面 他就知道这两个文章当中 有些什么区别 他就知道了 那这个具体的呢 我们后面再说 好 这就是特征抽取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章呢 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数字的一个 包含了这样的一个 那这个形式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二维数组吧 是不是一个二维数组啊 前面讲过啊 这个数组 二维数组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通过演示我们得入结论就是什么 特征抽取 其实就对文本等等等等 这些数据啊 包括这些字符传的数据 进行特征直化 特征直化意思呢 就是把这些东西 转换成一个数字的值 这样机器才能看得懂 那我们来看一下 特征直化就是为了计算机 更好的理解数据 你输入文章 对不起 机器他理解不了 你必须得输入数据 他才理解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特征抽取的APR呢 在我们的3个论当中 3个论叫feature instruction 那feature就是特征的意思 extraction呢 就是抽取的意思啊 feature extraction 那这就是我们特征 也就是说特征抽取的APR 都在这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字典特征抽取 首先我们先啊 做这案例 然后呢 把现象看了 结果看了 之后我们再结论 下结论 这个字典特征抽取 到底干什么事情 对吧 什么时候我才用到 这些字典特征抽取 能力就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它的作用呢 就是对字典数据 注意了 是字典数据 进行特征直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 字典特征抽取的APR feature extraction里面 有个叫 Dict Vector Dict就是字典的意思 对吧 Vector 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数字化的意思 把你的这个文本 整个数字化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字典数据特征抽取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它的这样一个语法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来看语法 Dict Vector 里面有个参数叫 Sparse 等于True 那这个我们先等一下说 等一下演示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仓数影响 它里面有几个方法 也就是说你实力化的这个东西里面有方法 叫Feed Transform Inverse Transform 还有Get Features Names 还有Transform 在这里我们明天会讲到Feed Transform 还有什么呢 Transform啊 Feed啊 这些东西的区别 现在你只要知道 我只使用一个Feed Transform 就能够把一个字典的数据转换成一个数据 那看一下 这个数据反规的是什么 默认反规是一个Sparse的矩阵 等一下我们会针对这个结果去说的 还有Inverse Transform 转换成之前的数据格式 这是我们的Dictive Web Tracer 它的一个使用 非常简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一个例子呢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 第一天我们用的例子的数据都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随机列举的数据 后面我们的每个案例当中呢 都会有比较复杂的一些数据 再去进行处理 能理解吗 现在先让你去理解 那流程 第一步实力化 Dictive Web Tracer 跟人讲讲实力化 实力化之后 调用什么呢 Feed Transform 方法输入数据并转换 注意到是输入数据并转换 已经把它转换好了 注意返回的格式 好 那在这里 我们的数据肯定是字典吧 那字典就是一个一个字典 注意到你的字典数据 还是要装在一个列表里面 也就是说我字典数据 在这里面传进去的X 是一个一个的字典 也就是说我要放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放到去处理 好 那先呢 我就把这个数据呢 展示过来 好 我把这一部分呢 注视掉 在这里 首先 我得导入我的包 对吧 导入我的包 Front 那在这里 你就慢慢的熟悉 每个包的位置 Second look 点 特征抽取 对吧 feature extraction 对了 有个feature 一个straction 直接import一下 dict vector 当你导入这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类了 那我去 比如说 我去定义一个函数 好 我定义一个函数呢 就叫做 define一个 dict vector vector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先不写参数了 对吧 我们直接写一下 对啊 字典数据 抽取 return呢 我们这个业务比较简单 就是直接返回一个呢 好 那我调用一下 dict webtrade 那首先第一步实力化 实力化 我们的dict webtrade 第一步 dict webtrade 这里面有个参数 我们先不看 好 首先第一步 比特 等于这个 然后接着我就调用 调用 feed transfer 这个feed transfer的意思呢 就是把你的数据输入进去了 好 直接转化 转化成特征 抽取之后的数据 那 这个的里面 有feed transfer 记得 他也有feed 还有transfer 这些参数 这个我们明天会说这些区别的 啊 feed transfer之后 把我们的数据拿过来 记得是字典 然后呢 你填的数据都是列表的数据 我们直接转过来 记得我们给的数据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city 等于北京 上海 深圳 你有很多的城市 对吧 然后temperature 就是你的环境 比如说你的空气 一百 六百 六十 三十 我们说 深圳的空气最好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数据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什么 这是第一个样本 或者说这是第二个样本 第一个样本 它属于哪个城市 它的空气怎么样 然后你目标准是什么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可以吧 当然我们这里的数据是字典 对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 返回的是一个data 这个data就是转换后的数据 我们来打印一下 好 我们来打印这个数据 看一下 这个数据转换成什么了呀 是不是不太清楚 或者不太明显吗 哎 我们来拿这个分析一下 那刚才我们说了 默认返回的这个数据是什么格式 叫什么 sparce的一个矩阵格式 那这个格式为什么 哎 我们塞克的会默认 默认反归这个东西呢 好 那这我们来提一下 南派里面啊 南派 我们这个是基础的一个工具 对吧 那其中有一个工具呢 有一个库叫sipy 其实他也是做一些数据的处理 就是说给了南派进行一个简单的分装啊 那么他里面的数据格式呢 就是这种sparce的矩阵格式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矩阵啊 可以称之为矩阵 这个后面会解释 sparce的矩阵也就是这种格式 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格式 其实看的不太明显啊 其实他就是去找下标 把某个位置指定数到160 30 当然等下我们会结合的这个数组去看的 那为什么塞克论 他默认会提供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啊 你这里面其实还得下一个工具啊 叫sipy的sipy里面 他会使用这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啊 大多数我们现在是不会去使用他的 那他提供这个默认的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一是啊 为了节约内存 要知道啊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打印出来这个东西 肯定是为了有原因的 节约内存啊 翻遍 翻遍数据的出 翻遍这个读取 处理 那么可以看到啊 如果说我们把它转换成数组的形式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们数组的一个缩影 那我们先来把这个东西转换成数组之后 我们再对照的去看 好 那我们先来转换成数组 在这里我要转换成数组 是不是要 诶 spars不是有参数啊 那如果说默认是处 我把它指定为false的话 false 好 我们来看一下data的值是什么 诶 诶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样子 对吧 这个样子 我们先不看这个结果什么样的 我们先来对比这两个格式 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标记了你这个二维数组里面某个位置是多少值吧 看一下 诶 这个数组 我是不是应该有两个 所以两个东西 含个列去缩影吧 含 诶 第零含的第零第一个位置啊 第一位置是不是1.0 然后第零个第零含里面的第四个位置里面是不是100.0吧 然后同样的这下面是不是都把你每个地方有值的地方都给它写出来了吧 没有值默认是什么 都是为0的吧 诶 这就是spars举证啊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用的不多 好 那么这个我们就称之为什么是不是举证了吧 那么在南派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就是一个ndarray的一个类型吗 这个要知道啊 ndarray的这样的类型啊 就是一个数组啊 这里呢 我们数组的维度就是out out为数组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字典数据好 输入进去的是每一个样本每个样本的一个是一个字典形式的 转换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data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转换成这个东西目的是干什么 哎 我们要知道字典数据特征抽取目的是干什么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一个参注叫什么呢 get feature names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get feature names它的一个作用 好 我们来打一下 这个get feature names啊 是在你的实例里面的 所以我们是打印 应该是在哪里面 实例是不是dict里面的啊 对吧 这个里面get feature names 好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好我们看一下 你看到这样一个格式是不是立马就会能够想到对吧 你的特征值第一列特征值第二列特征值第三列特征值第四列特征值是什么吧 是 那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呢 cd等于上海 那也说这一列是不是你是cd上海 我就给你置为一 不是cd上海的这些样本或者这些数据 我把你置为你吗 对不对 然后cd等北京 cd等深圳 好 这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类别 cd的这个类别吧 你这个样本属于哪个城市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环境 type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数值吧 他有没有把具体的数值去进行转化 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 字典数据抽取 原来就是干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来写一下 在这里 这里在这个 我们写一下字典数据 他干什么事情 你如果这里面是类别的这些东西 对吧 你的cd等什么 或者说我假如说给你的是这个东西 你的皮肤颜色是黄 是白 是黑色的 这些每个人的样本不一样吗 那他转换是什么 是皮肤等黄 皮肤等红 白 皮肤等于这个黑色 是单独作为一列特征 那这就是字典数据抽取的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说把字典中一些类别的 把 字典中 一些类别的 特征吧 类别的一些数据 来分别 对吧 分别进行转换成特征 好 那如果说默认的 你这个数据是这些 数值型的 一百啊 几点几啊 这些flute啊 对吧 那这些类型 他有没有进转啊 是不进转 因为你没有必要吧 是不是都是一些数值类型啊 他目的是不把这些黄白黑转换成什么 这些什么 010 这些是不是数值型的数据啊 那也说你可以通过这个样本可以看出来什么 这个样本 它是哪个城市 是不是可以看出来啊 它的城市的环境 是不是可以看出来啊 来说不同的样本 你是不是一看 就能比较不同 你可以得出结论吧 啊 所以字典数据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有特别人就疑问了 我们提供的数据是不是都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奥违数据的形成 这用的就最多了吧 韩式什么 样本 列式特征吧 那你这些列特征是不是 这种形式吧 你的韩式样本 列式特征这种 不是一个字典数据吧 呃 这个我们后面会说 对吧 如果说拿到的 你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形成 那你首先如果是有类别特征的 有类别特征啊 有类别 有类别的这些 特征 我要进行赶吗 怎么办 先把它转换成字典数据 然后再把它什么 进行一个 出去吧 哎 这个呢 先这个要 先要转换 字典 数据 好 这个我们后面会说 怎么去转换 对吧 好 那也是说我们自 这是我们字典数据的一个意义 特征数据意义 啊 那我们要知道了 它主要是整理你的特征当中 有这种类别的字符串形式的 好 比方说我们后面有个例子 它里面呢 收集的特征 这个数据特征呢 就是某个数据当中 它有什么 P class 有几个类别呢 比如第一个类别 第二个类别 第三个类别 然后呢 age age是一个什么 年龄数据吧 就一个数字 然后s 就是你的性别 男女 好 这是你的特征值里面的 啊 这个不是目标值 这个都是特征值 那你这些数据 不能输入到算法里面 是需要继续转换的 哎 它把它转换成什么呢 P class 1 P class 2 P class 3 那 sexy 什么 male sexy female 那 有些有疑问 对吧 如果我的P class 有几百个类别 或者说你这个类别 几十个 几千个 那怎么办 那你特征数变成了几千个 几百个 那这个 你就要有针对性的去处理 如果说这个特征 你要用得到 你就去转换 用不到 你就可以放弃了 这个特征是不是P class 我可以放弃了 直接把这个特征给删除掉 因为对我结果没有影响 是不是我可以 不用它 是吧 这是我们的选择 啊 后面我们会有一些例子了 好 那么这就是字典特征抽取 那所以我们字典特征抽取的一个现象 就是把这个东西转换成单独一个类别 然后进行 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什么呀 这个我们不看后面谁 这个东西称之为什么 这个前面有接触个弯号的编码这个东西吗 没有啊 那我们这里要提到一个就是什么呢 叫弯号的编码 其实我们的类别这些特征呢 进行处理处理成这些数据呢 我们把这些数据称之为弯号的编码 弯号的编码 那么这个编码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它的目的 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这个数据处理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进行弯号的编码处理 那么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啊 给你这些类别啊 七个样本 主要七个样本 然后呢 每个样本有自己所属的一个类别 然后看一下numerical 它的这个类别呢 对应的是一个数字 我们是应该用一个数字 进行一个类别标记吧 哎 第一个类别 对应的是人 第二个类别 比如企鹅 第三个 第四个类别 对应的是某个动物 那 有一个疑问就是 如果说我对这些东西进行标记了 那我一二三四有优先级吗 或者说你这一二三四 有没有说一比这个后面都高几下 或者二比后面都高几下 或者四比前面都高几下 是不是会有这些疑问啊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疑问出现 你在统计这个数据的时候 对吧 我类别不一样 我是不是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标记的 那你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一个疑问 就是一二三六六七 有没有一个级别的这样的影响吗 那所以我们目的是要公平起见 那公平起见呢 别人就想到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弯号的编码呢 也是别人想出来 别人发明出来这样的一个弯号的编码 它就转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燕门 好 你这个燕门所属于哪个类别 我就把你标记为一 你所属于其他个类别不属于 那我就标记为什么 零 那第二个燕门 同样的你是人 标记为一 同样以下都是这样 那这个弯号的编码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 非常简单 就是这种弯号的编码 弯号的编码有它自己的意义 但在我们的机器学习当中呢 其实意义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把类别型的特征 转换成这种弯号的编码形式 利益于我们去数据 进行这个分析 或者说进行机器学习的算法输入 能理解吗 好 那么这个就是字典数据的一个特征图取 好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谢谢你